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要尤其感谢最近马来西亚同意给予台湾免签证的停留期限从15天延长到30天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延长会有助于马来西亚跟台湾在双边的观光还有商业的机会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张继平上任之后陆续拜会留台联总 台湾商会以及马台经济协会等侨团 承诺未来会强化双边关系 促进交流 在双方的经贸 观光 教育以及文化继续来看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的强化 深化以及广化 使得我们双边的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加强 为了鼓励大马学生来台就读张继平日前参访大马留台联总会 也就提供在籍学生来台讲助学金优惠攻读以及就读机会提出讨论 好 好 好